没有分叉的人生是很开心的 我真的没有分叉 不骗你了 真的 一个都没有 哦 太开心了 嗨 大家好 这次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我头发的话题 因为其实最近我在看留言的时候 很多朋友在我的微博和我的视频下面 留言的内容就是 关于我头发 是怎么一个护理或者是怎么一个保养的一个方法 然后希望我可以通过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自己平常没有说太刻意 或者太留心去做什么东西 只是说在用一个很基础 很简单的一个步骤 一个日常护理的一个方法来管理我的头发 不过就日常头发护理的这个方法来讲 我其实是非常有在关注自己头发的这个质量 因为头皮也好 就是头发这个法丝也好 它的状态肯定会不一样嘛 有的时候你可能头皮觉得很油 但是发烧会觉得很干 有的时候就觉得头发上会就是 甚至干得分叉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状态可能不太一样吧 根据机械变化之类身体状况不一样 头皮跟法丝的这个状况也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会根据当时的那个头皮和头发的这个情况来 选择护发用的一些产品 洗头发其实是作为我觉得头发护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要把头发彻底洗干净 而且还要起到一个基础保养的一个作用啊 所以在选洗发水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你自己头皮跟法丝的一个状况来选洗发水 像我之前在看一些杂志也好 看一些就是美妆节目或者是其他大人的博客都好 学到了一些小小的经验 就是在选择洗发水的时候一定要完全根据你自己的状况来选择洗头发的东西 这个季节就是像夏天这个比较热 然后比较容易出汗油脂粉底比较旺盛一个季节的时候 我会选择比较那种清爽型的洗发水 就是去油去头皮型的这种洗发水 然后目前在用的就是这个海菲斯这款洗发水 因为我其实还挺喜欢这个味道的 这个也是家庭妆 因为夏天吧大家都不喜欢通过油油的出汗或者有汗味什么的 就希望自己头发可以清爽一点 所以我就会选择这种比较清爽型的洗发水 然后洗的时候会重点注意头皮 就是按摩头皮 让怎么说起到一个舒缓的一个作用 在洗完头皮之后 我会选择这种保湿度比较高的这种洗发水来洗我的发烧 就是来洗我的这个头发丝 然后会选择这种就是含精华含量比较高的洗发水吧 其实这款洗发水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我在年初的时候 当时上班公司有分发那个就是礼品盒嘛 然后里面就是附带的里面带的一款这个洗发水 效果挺好的 洗完头发完全不会干 就是目前为止我用这两款洗发水来洗我的头发 就是从大概两三个月前开始这样用 我头发到现在一点分叉都没有 重点在洗头发上有一点点 我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不用护发素 其实现在在韩国好像挺流行的 很多人都不用护发素 只是单纯的用洗发水来洗头而已 然后我自己也是这样 因为之前在几年前我都有一直在用护发素 就是有买那种套装 在两三年前某一个时刻开始应该是 我就不用护发素了 然后到现在我头发状态还是 依然还是很好 而且相对的我头发就算长到现在这个长度 分叉也几乎是没有 如果说你头发是那种极度干燥的这种发质的话 我觉得建议你还是大概两三天啊 或者是三四天用一次护发素 或者是一周用一副发膜来滋养你的头发 来让你头发变得更有那种凝润度啊 就是能让它更保湿一点 然后反正我自己洗头发是这样的 然后洗完头发在头发湿的状态下 就是用毛巾擦干在头发湿的状态下 我会用一些护发油 然后最近在用的护发油这个这款 就是李章贤他们家的这个Shine Care 这款也讲过很多次了 我现在大概用了三分之二 然后这款护发油 我觉得它最好的地方就是能让头发变得很亮 就算你头发是比较干枯的那种发质的话 我觉得用完这款油以后 也会让你头发稍微有一点点光泽感 然后我今天用的也是它 就是在灯光下光泽感就是很好 头发很有很有质感 很有空气感 然后完全吹干 就是把头发吹干以后 完全不会有油油的腻腻的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感觉 然后另外还有两款护发油 也是我经常用到的 但是都是几乎在交替着用的 虽然最近是经常在用这一款 可是这两款也是我会拿起来用的两款产品 然后首先也是就是刚才和那个这一款 一个牌子 李章贤他们家Perfect Repair 这个之前我也讲过很多次了 它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款产品 然后这应该是我用的第四款第五款了 反正它就是怎么说 就算我有在用其他的产品 我一样会把它买来 然后放在收纳里面 再和其他的产品换着用 用在我自己的头发上 效果是真的特别好 所以如果说你是极度干燥的头发的话 我建议你一天可以用两次 就是上来发烧的这个地方 就是你洗完头发可以擦一些 然后吹干 然后等到就是晚上的时候 再上一次 然后这样睡觉 当做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法膜来用 接下来这个是巴蕾小库之前 分享给我的这一款 哈达卡的护发油 然后这款油也是我有在跟 这个米江神这款在交替的油 我现在用了快一半了 然后它的感觉也是 它的味道首先特别好闻 是那种非常纯正香浓的那种乳木滚油的味道 就是香香甜甜的味道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喝那种甜甜的咖啡饮料的话 我觉得你肯定会喜欢这个味道 而且它用完的感觉也是头发完全不会毛躁 就是评良性讲 虽然它是之前巴蕾小库为了推广 才就是分享给我的产品 但是实际上我用下来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爱它 这已经是第二瓶了 所以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说你用完这个米江神这款油 效果一般的话 我也建议你试试用这一款 这款也是性价比比较高 很容易在往上找到 就推荐给大家 真的很好用 在上完护法油之后 我会直接把头发吹干嘛 然后用到的这个吹风机 就是Panasonic他们家这款吹风机 这款吹风机 自从我来韩国之前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它就已经出现在我们家 然后在我来韩国的时候 也有把它随身去带来嘛 然后一直用到现在 已经快 已经十年了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它这款吹风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耐用 虽然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那种 就是质量非常好啊 或者是非常专业的那种 长筒的那种吹风机 就我自己而言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要用顺手了 我就会一直用它 就是直到把它用到坏啊 用到就是崩溃啊 或者是怎么样 我才会去换新的 像是这种东西 除非它 真的是除非它坏掉 不然我应该不会去买新的吹风机吧 就是很爱用 反正吹风机就是这样啦 市面上反正现在有很多更好的一些吹风机 我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我自己爱用的是这一款 接下来在把头发吹干之后 我会用一些头发保湿的喷雾 因为毕竟把头发吹干的这个过程中 会把头发上需要留下的一些水分都蒸发掉嘛 就是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缺水的这个状态 就是在吹完头发之后 然后我会上一些 就是保湿的一些护发喷雾 然后我目前在用的是这个 Tsubaki他们家的这款喷雾 然后这个Sweige的这个喷雾 我好像在国内的去城市里面见过 但是有没有白色的这个系列 我就不太确定了 但是我确定我有看过红色的那个系列 就是它这个瓶盖是红色的 平常我自己在用这款喷雾的时候 其实很多都是把它放在 就是小小的那个随身携带的喷雾瓶子里面 然后随身带在身上出门 头发有要洗清电的 或者是有奇怪的味道的时候 或者是我觉得头发实在太干的时候 我就会拿再喷一喷 然后就会又会让头发变得非常有 怎么说呢 水润的感觉 用完喷雾之后 偶尔我会想像今天这样做一些小小的造型 其实我最近卷头发的次数还是挺频繁的 大概每天都有在用 所以就很注重就是头发保湿这块 就是在用电棒卷之前你可以上一些防烫的一些喷雾啊 或者是精华素之类的 但是我就很懒了 最近没有在用 只用这款保湿喷雾喷好之后就有上就直接有用这个电棒卷 然后我用的电棒卷是UNIX他们家的这款 直径25毫米的这个电棒卷嘛 反正我自己用起来感觉这个电棒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 它不会让我头发分叉 也不会让我头发有毛躁的感觉 因为它这个电棒卷上大家仔细看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不是那种完全光滑的金属面 而是稍微有点点磨砂质地的那种感觉 整个就是摸起来感觉很结实 很可靠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控制的这个控制面板也是这种电子控制的 有按钮你可以调温 我自己平常偏好用的温度是180度左右上下 因为我觉得180度其实刚好可以烫出我自己想要的这个波浪的这个弧度 然后如果说温度太低的话可能出不来这种效果 温度太高的话卷去的程度会太高 就是而且还会上头发嘛 所以我自己一般都是设定的180度 然后平常我自己在做完这种简单的造型之后 会用到一些就是定型用的产品嘛 然后首先用到的是这个Tresme他们家的这款定型喷雾 它这款喷雾其实它的定型效果真的是很好 它不会让你头发变得特地硬 也不会让你头发变得特别的就是糟啊 或者是太干的感觉 就是它能很自然地把你这个就是头发的这个造型给固定住 然后会让你整个头发变得特别的顺 完全不会有毛造的感觉 大家也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喷雾 站在这个接近发干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样稍微拿手拨一拨 头发就可以碰起来了 就很容易很简单 就是很易学的一个手法吧 然后最后关于头发的这个产品 我也在之前的视频里提到过 就是这款Gatsby的这个发辣 出了Gatsby这个牌子可能大家会不太熟悉 但是说到它的这个就是大公司 就是它的这个母公司 就是麦克雷敦嘛 下面出了一个副线的一个品牌 就是这个Gatsby它这个发型定型专用的这种专业的造型系列 然后我买到的是紫色的这一款 然后它定型效果真的是很强 因为之前我在我哥家住的时候 就会常生在我哥家住的时候 就有用到他家的那个Gatsby这个发辣嘛 我觉得很好用 然后在相对比较了之后 其实它每个颜色的功能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它定型的强度也可能不太一样 有的是适合男孩子的头发用 有的是适合女孩子的头发用 所以我在挑选了一番之后 我就发现这个紫色的感觉还不错 所以就把它买来了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 不要完全照着我 不要完全复制我的这个步骤和产品 用到自己身上 因为毕竟这些产品混搭起来的效果 只适合有 我只知道适合于我自己 我不确定适不适合于别人 但是如果说其中某样产品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能觉得是适合自己的产品的话 你可以去试一试 但是不要完全百分之百的照搬 所以还是要根据你自己头皮 发指的一个状态来判定 来选择来 来斟酌你要需要用什么样的产品 因为现在市面上护发洗头 就是头发洗护的产品真的是五花把门多种多样 你完全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然后说到发膜 其实我自己最近是很少在用了 因为我头发的现在的状态感觉还不错 还没有说感到要用发膜来做护理啊什么样的 所以就暂时还不需要用就是太过营养的一些产品 我觉得我现在头发的状态只要保持这个现在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如果说到秋冬我头发会变得特别干的时候 偶尔大概一周或者一周半一次会做一次发膜 但是现在夏天春夏我头发感觉就还OK 所以也不用特意去做一些什么护理啊 去药啊这一类的保养 不要去想一次会变得有多好 你要在日常积累当中慢慢慢慢这样来给自己一些变化 说到最后还是那句话 大家真的要看自己的状态去斟酌这个事情来选择自己适合的产品 然后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想法 或者是你们自己的一些经验之类的好用的产品 一样可以通过我所有的一些网络平台 你们找到我的地方留言告诉我 然后分享给我 然后也分享给其他你身边的朋友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视频 喜欢的话记得要在下面点赞 然后希望大家有愉快的一天了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